Hello 大家好 我是Alice 上年九月尾的時候 因為工作的關係 去了法國南部四天 今次是我第一次搭捉南法 你們準備好未? Let's go 我們先搭夜機去巴黎 大家不要以為我去法國就爽歪歪 因為工作的關係 我要帶齊電腦、兩部相機 一起搭飛機 人家看見我好像走爛一樣 應該都覺得我是神經 經過十二小時後 就去到巴黎大高樂機場 現在在巴黎 現在要轉機 現在的氣溫聽說是八度 冷到咬窩 多達一小時飛機 就去到尼斯 不過我們這間酒店在康城 我們還要坐車過去 今次這間酒店 我自己就非常非常滿意 因為房間好像皇室貴族 帶大家參觀一下 哇 房間太美了 咦 有個小袋 是什麼來的呢 哦 原來是一袋護膚品 走出去露台看看 哇 康城的天空 真是好美 還有這個黃室的廁所 但是不知為什麼 這些歐洲廁所 經常都是屎間和洗澡 是躺下的 好啦 拍到這裡 是時候要上來 睡覺 逛逛吃東西了 嗨 現在是康城 人家參加康城應戰的地方 而在這裏 都要有很多泵店 很多店舖 還有真的很漂亮 我們第一餐就是在這間餐廳吃 聽聞是一間米芝田星級餐廳 我們在鮭芝田星級餐廳 你吃什麼啊?好像挺漂亮的 是咕嚕雞 其實我不懂法文 總之是咕嚕雞 吃飽飽當然要逛街街 首先我們去了Pharmacy 裡面有很多法國的醫學品牌 比香港還便宜很多 然後我們去了吃甜品 原來花花雪糕在法國也有 還有很多種未選擇 他現在做的那支就是我的花 一個人開心的味道 這個是西藥味 中間這個是芝士蛋糕味 好吃 有幾紅味? 10分裡面有多少分? 9分 你好 最後我們去超市素貨 我自己覺得康城比巴黎還好 一來商店很集中 二來這裡治安好一點 個人都輕鬆一點 今天我們跟一眾的Vloggers 來自新加坡和泰國的朋友 一起吃晚飯 今晚我們就在酒店附近 這間海景餐廳吃飯 那法國人每一頓飯 都一定會有杯酒在桌面 因為在這裡喝酒 是便宜過喝Evion 那... 真是逼人喝酒 Cheers 現在在香港時間3點 法國時間9點 我只是吃宵夜 其實我現在很睏 我的眼睛就是掉在地上 很好吃 吹一吹風就馬上醒了 好冷 現在有沒有15度 到了第二天 開個袋子看看有什麼適用 裝完身之後 就去酒店樓下吃個早餐 吃完就馬上跳上車 因為今天我們要去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我們要搭直升機 這架直升機可以載我們去法國的一個小國家 叫做摩納哥 不是摩洛哥 這次也是我第一次搭直升機 真的第一次跟機師這麼近距離 Odi 我這次也有航拍了 Yeah 大約15分鐘左右就到達摩納哥 我了 搭完直升機之後的感想就是 很開心 而且機器原來很穩定的 不是很多英俊的 這個是重點 為什麼人家的房子這麼漂亮 發覺最有特色的一件事 除了建築 人家很漂亮之外 你吸一口氣是可以順暢的 從頭到尾都覺得是沒有阻礙的 香港那些真的不是空氣 摩納哥是全球第二世的國家 只有兩平方公里 但也有皇室制度 所以是有皇宮的 我們就進去參觀一下 不過裡面是不給拍照的 唯有找一些照片給大家看一下 走了那麼久 當然要治療肚子 在法國我最喜歡 就是吃法包 還有飲水 因為好像在喝汽水 但又不會肥 不過這碟東西就真的肥 還有最邪惡的甜品 我就選了Cream Moulay 他很穿飽 吃飽飽就回歸了 他們還特地安排了很漂亮的老爺車 來參加我們 先走了 拜拜 我還以為他們會直接載我們回酒店 原來還要停一停看一看風景 不過真的很大風 法國的南部 Housing附近 沿著一個海岸線 周圍都是海 景色當然很美 但故事也很大風 很冷 我盡了最大的能力 現在在跟大家說話 我真的覺得很冷 我要上機了 拜拜 謝謝潘衛林的報導 回去酒店休息一休息 我們又出去醫肚了 今餐令我最深刻印象的 就是這個魚湯 應該是整條魚連骨 攪碎了之後 放進去煮的 所以是特濃的 第三天的目的地 就是普羅黃絲 也是鮑德馬的發源地 我們要坐兩個多小時車 才會去到 熬了兩個小時 終於去到鮑德馬的基地 職員就帶我們深入重地 看看每一支紅水 是怎樣生出來的 說明是重地 當然是不給拍片 不過也可以看看照片 我們去了這條走廊 完全看到整個製作過程 由一堆空瓶 變成一支支 完完整整的紅水 所以你家中用的那支 也是在這裡做的 除此之外 還有專人每個小時 抽氧檢查一次 這樣就可以保證它 是高度沒有污染的純淨水 讓大家用得安心很多 參觀完之後 我們就去了普羅黃絲 一間很漂亮的餐廳吃飯 大家都累死和餓死 不知道是不是太餓的關係 我覺得這間餐廳 好像是我這麼多天吃過 最好吃的一間 吃飽飽之後 我們就了解更多 關於鮑德馬的東西 鮑德馬有個理念 就是研發一些 跟皮膚結構很相似的產品 它有道皮膚 懂得自我修復 和加強免疫力 以後就 下雨不怕 下雪也不怕 還有 原來每天工廠 都會生產 八至十萬瓶的紅水 為什麼要這麼多 因為它現在的銷量 每三秒就買出一支 不做多些 哪裡夠用 接著當然要試一支 紅水究竟有多厲害 我現在塗了粉底在手上 接著就到折毛液 吻下去 大力吻下去 嘩你真是玩 不過不用怕 我很有信心可以抹掉 是不是 都說的 接著就去普羅王斯的市區走走 你也沒有 這裡也有Apple Store 為什麼我走得這麼快 我趕著去購物 這裡的店員很專業 他可以很精進地解答到你的問題 除此以外還會幫你選擇護膚品 不用想到頭都爆 對 對 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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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大家來到萬寧禮品 新禮物 還沒付錢 已經有這麼多禮物 剛才你們經歷了最開心的購物時間 原來法國買這些護膚品是很特別的 要不就有醫生寫字 要不就你自己衝來買 所以其實醫生也推薦買這些醫學品牌 我自己今天也買了一些 首先就買了一大堆包丹麻的東西 買了牙膏 大出血之後大家都累得爆了 在車上睡一睡 還有很期待今晚的晚餐 今晚吃海鮮醋 好漂亮 我還以為有人像我那樣不吃蠔 誰知道三個PR和水魚都很喜歡吃蠔 不過他們都很好人 讓我多點一個risotto和魚湯 讓我不要太慘了 又到了每個旅程最苦惱的一刻 劈劫 其實我劈劫是還沒離開的 我只是去巴黎 還要多住一晚 還有電腦是還沒塞進去的 怎麼辦 今晚是最後一晚睡在這間酒店 不知道還有沒有機會來多一次呢 很不捨得 最後一天是自由活動時間 我們去了尼斯 剛才就塞車 塞到這樣 不如我們走去目的地 我們正在去吃飯 這間餐廳我想不是法國菜 是美國菜 這麼大碟 吃完就去附近逛逛 買一下夜間 誰知剛好又遇上尼斯馬拉松 在這裡跑得開心多少 時間很緊迫 我們一聲就去了尼斯機場 今晚我們會轉機飛回巴黎 這次說了這麼多 下集將會帶大家巴黎一日遊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